大家好,我是小胡子 后台粉丝给我发信 他预算14万想买个紧凑级SUV 他的选择还没有两台车 一个是第三代哈佛S6和这个日产的销克 这两款车他要选一个 但是他最终呢选择了这个日产销克 他一想啊,这是何支车吗 更加棒一些,更加好一些 他选了这个日产销克 但是最后他说 用车了几个月之后 他非常后悔 当初就应该选择哈佛S6 不应该相信何止 其实他后悔啊 我还是非常同意的 如果是我这两台车 我也会选择第三代哈佛S6 我不会选择日产销克 日产销克就是个牛车 太佛系了 女士开可以 太慢了 给油门的时候 干哄不走 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啊 太糟糕了 太恶心了 那么就说一说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说驾驶感受吧 我们就先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这个 发动机和变速箱 第三代哈佛S6呢 用上了他们的新这个 出来的2.0T的涡轮加发动机 新研发的 匹配的七挡四十双离合 扭矩325 马力211 还是非常不错的 动力输出 虽然参数不那么高 但是开启来的时候 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后都是独立悬挂 那么日产销克 这台车 它用的是一个2.0升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 那么匹配的是一个 CVT变种箱 扭矩才190 马力才151 这个151的马力 相当于它 1.5T的涡轮加发动机 你跟这个 这个动力太弱了 在开起来的时候 这台车开以来会非常平顺 平顺的不能再平顺了 当在开这个HalfS6的时候 推背感十足 开以来操控非常棒 隔音 还有底盘的扎实感非常好 而在日产销克 开以来悬挂非常松散 稀里哗啦 动力非常弱 开以来非常服务器 就像个牛车 至于内饰方面 用料上还是HalfS6更好一些 所以说 这两台车 还是HalfS6更加值得拥有 无论是比外观 比操控 比内饰 比各个方面 比斯纳建 我跟你说 都是HalfS6更靠谱一些 日产销克 日系车 你没发现吗 这两年 已经慢慢走出人的视线了 没人愿意选日系车了 他除了一些 平顺一些 没有任何的优点 现在人都愿意选国产车 或者是德系车 美系车 而不愿意再去选择日系车了 开起来没有动力 他们永远 就是说 永远不变的CVT 永远不变的自然吸气 就是这样 而且性价比很低 这两款车 小伙伴们 你们会如何去选择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弹幕一部 那么有没有开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我们在评论区见 欢迎大家 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